说完这两个糟糕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来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糟糕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避免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就好比说再健康的人 或者再健康的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宏观经济 他不可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意思是再健康的人总会偶尔有一个小毛病一样 明白吗 比如说以我为例吧 我这大表姐这个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在假期的时候 可能一下子前面不知道是用力过猛还是怎么样 就是咽炎什么肠胃炎 然后再加上感冒等等的 然后整个那一个月都处在病痒痒的一个状态 意思就是你平时再健康 再有精力再有活力的一个人 他有可能也避免不了在某一个阶段的这种状态 不好的一个情况 那经济情况也是一样的 这就好比说女生每个月来自大姨妈的感觉吧 就是不可避免的 明白吗 所以这就有一个经济周期 包括我们的心情 不要以为只有女生才是 其实男生也是的 男女都一样的 就是你在这一个时间段 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内 你不可能说我每个时间段 时时刻刻处在那种高度亢奋的一个状态 那个心理学上叫做狂躁症 好吧 如果说你总是处在心情特别低落的状态 状态叫做抑郁症 抑郁症 还有一个反应词心理学上叫做狂躁症 明白吗 有的人你会发现天天都处于那种特别高度亢奋的一个状态 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 明白吗 因为我们的身体状况 心理状态 还是经济状态 它都会有一个类似于物理上的一个机械波一样的波峰 波谷这一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再给学生再讲这种经济问题呀 或者是这种抽象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去 你都可以结合我们一些自然科学的规律去理解 比如我们说物理上它有周期的理论 对吗 经济上也有 化学上我们是有循环能量循环的理论的 对吗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整个经济也在循环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自然科学也好 还是我们说自然科学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也好 你都可以有这种相通的背景 或者相通的这种思维方式去理解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周期理论 循环理论 守恒理论 这三大理论吧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 现在我们在讲的F1不就是纯社会科学吗 其实都是用得到的 就这种思维方式都是用得到的 包括现在我们说的什么 周期理论 那这个周期理论呢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个国家的output也就是GDP 整个经济产能或者是产出自然是有起起落落的 你想想看这人生哪还有没有个起起落落跌宕起伏的吗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那会有一个经济增长 但是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有可能会有一个recession 明白吗 recession指的是衰退 那到了这个depression 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什么 萧条 比如说美国一种 一种三十年代的那个经济大萧条 二九年开始啊 三十年代那个经济大萧条 萧条难道能一辈子一直萧条下去吗 当然不是 总会有一个复苏recovery的一个过程 那recovery之后就到了一个什么呢 boom economic boom的一个过程 经济繁荣或者是巅峰 可是你要知道啊 recovery缓慢 复苏是缓慢的 economic boom 整个这个经济的繁荣的持续是短暂的 最悲催的或者是说 更不理想的一个状态 呃就不太好的一个状态 持续的比较久的 就是recession跟depression 当然了 整个趋势是什么 trend in output 整个趋势看到没有 你看尤其是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啊 以及互联网革命之后 那我们整个人类的产出是蹭蹭往上涨 我们这近两三百年来的经济 以及历史的发展速度 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个之前 就在几百年两三百年之前的 甚至几千年的经济和整个技术 以及产能的一个发展 明白吗 也就是我们前面几千年的发展速度 可能都赶不上这两半两三百年 就近代的这两三百年的发展速度快 对吧 尤其是这个互联网吧 对吧 那我们再来说具体的啊 recession以及一直到economic boom 分别指的是什么 这个部分呢 最好要记住 因为考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直接就那个选择题 就直接问你recession特点是什么 或者是让你选出下面四个选项当中 哪个是recovery的这个情况 哪个是关于depression这个衰退 或者是depression萧条的一个描述 就直接让你来选出来 下面哪个是describe 或者是哪个是refer to recovery refer to depression recession 那你每个关键词 或者是具体的特点要记住啊 每个阶段 前面我们说的整个经济周期的 每个阶段的特点要记住啊 如果这个特点记不住的话 那选择自己没法选择呀 先来说recession recession本身是衰退的一个过程 它是period between an economic peak and a chop 那这儿的peak指的是波峰 那chop指的是这个波谷 波峰和波谷之间的这一个过程 这个期间这个阶段 就相当于是recession衰退 那peak跟chop之间的这个阶段 往往是quickly的 就是发生的时候是特别迅速的 比如说经济危机说来就来的一个感觉 仿佛这一个月或者几天之间 那很多公司都倒闭了 很多人都失业了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recession tends to occur quickly quickly啊 很快速迅速的一个状况 再来说一下depression depression本身呢 是a service economic sorry a several several 就比较严重的 seller economic downturn which really last several years 这里记住啊 它是会持续 seller years 意思是它是较为严重的经济下滑 而且较为长期的会持续好几年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 经济危机来了之后 我们前面经济危机来了之后 直接就是从什么一个状况呢 来描述一下经济危机啊 相当于直接就是从这个boom economic boom 直接到了什么recession 经过一个漫长的recession 然后有一个什么depression 甚至跨几年 所以每一次经济危机 千万不要说 哎呀很快就过去了 别傻了 因为它是持续好多年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seller years the main joint factor as a loss of consumer confidence 那主要的驱动因素 是因为消费者信心的丧失 意思就是人们对这个经济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没有期待 没有任何的一个指望了 就是比较比较怎样 绝望的一个状态了 明白吗 recovery呢是复苏 这个复苏本身呢 是伴随着 as and when consumer confidence returns 就是当也是伴随着 或者是当消费者信心 复苏的时候 returns回来嘛 对吧 那你不能说回来啊 是消费者信心 复苏的时候 business will begin to return 那这个企业会再生产 再仓储 restock 以及呢 employ more people 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recovery本身往往是一个缓慢的 slower process economic boom很容易的一些 capacity and labor become full 就是无论是产能还是劳动力 都达到了一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 创造出来了最大的产能 最繁荣的经济状况的时候 就是economic boom 那意味着 既然所有的劳动力都用上了 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基本都解决了就业 懂吧 那也就是说还找不到 在这个economic boom下 经济繁荣时期还找不到工作的人 那我们只能说那些人属于自然事业 也是我们后面在 unemployment里边会提到的内容 讲完四个背景知识的介绍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具体的economic issues 经济问题怎么去解决 按顺序 我们会先讲五六七 这三个相对重要的economic issues 最后插播一下 政府的经济政策 government policies之后呢 再来解决 balance payment的问题 那先来按顺序说一下 比较重要的通货膨胀率怎么控制 那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嘛 因为发达国家对他们来说呢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比较重要的 政府的经济调控的一个目标 就是如何能够保证物价稳定 通货膨胀没有那么高 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 那这是两个相对最重要的问题啊 那先来说inflation 关于通货膨胀这个部分呢 我们一共有这么几个知识点要去解决的 首先关于通货膨胀是什么 以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会有关于inflation的定义的介绍 以及它的 consequences 或者是我们叫做problem 通货膨胀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你看整个这个第五个inflation这个部分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通货膨胀 以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consequences 当然了有同学说那怎么解决呢 嗯基本无解对吧 就因为基本无解 因为物价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基本无解 所以我们主要保障的是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而不是说一点物价都不上涨 那不现实 所以我们只能在F1这个阶段来简单的提一提 那么通货膨胀有什么样的problem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通货膨胀是如何量化的 那用什么样的指标 那怎么样统计 怎么样量化 比如我们天天有的时候听新闻的时候 会能听到的CPI啊 对吧 这些是用来量化通货膨胀率的 那么再一集我们重点 看到没有 这个之所以再给大家过一遍啊 是因为这部分有一个心机表知识点 就是关于causes of inflation 所以一会我们再讲到 关于关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 那背后的一些原因原理的时候 这个部分要深入理解 那这就是关于通货膨胀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说过没有具体的解决 所以呢 直到causes of inflation 相当于这个5的知识点 就算是解决了 那我们先来说具体的关于通货膨胀是什么 首先来讲 inflation这个部分比较重要啊 什么是通货膨胀呢 物价的一段时间之内的持续的上涨 具体体现在我们货币购买力下降了 那我先把这段中文给你解释了一下啊 因为对我们很多傻白天同学来说 尤其如果是非相关专业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要提前补充的啊 那么关于通货膨胀怎么解释呢 意思就是你小时候一百块钱能买的东西和现在一百块钱能买的东西不一样了 这就是通货膨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前月来月不值钱了嘛 物价上涨了嘛 所以inflation本身定义要记住 一字不落的记住 unincrease in price level generally 是普遍的物价上涨 不是说哎呀这两天天气不好 市场菜价涨了 那你不能说这两天就有通货膨胀 因为它是普遍的一段时间之内的物价的上涨 既然说是普遍的 那么你就不能举一些特定的特殊的例子 比如举个例子啊 我们以前的时候呢 你可以问一下你爸妈 他们刚开始用手机的时候 应该是90年代吗 那比如在国内啊 大陆的话92年94年那一阶段 95年之前就已经能用上那个手机 我们叫什么呢 大哥大 好像比这个还要 就我现在这个整个翻页比 还要大 而且还要这个宽 就像砖头一样那么重的 大哥大嘛 你看一下以前的那些片子 像什么香港的大时代啊 或者是这个国内一个电影 电影叫做古风啊 就知道他们用那个大哥大 那个大哥大据说啊 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应该是一万多块钱的样子吧 你想想看都是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了 对吧 那后来呢 我们的手机越来越小 那现在你哪怕买个iPhone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的大哥大一万多 现在的话呢 你买个iPhone的手机 也就是六七千块钱的样子 对不对 你不能说十 二十几年 哇天 二十几年 你不能说因为二十几年前 手机的价格 或大哥大的价格 比现在的苹果的价格要高 说明物价下降了 不是的 这是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呢 因为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成本的下降 所以这个商品的价格下降了 明白吗 所以既然说这个电子消费品是一个特殊的类别 它是跟科技的进步应用密切相关的 那你就不能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大哥大再到现在的苹果手机价格的变化 指的是通货膨胀 说物价下降了 不是的 因为我们说过通货膨胀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说刚才那个情况是违背的通货膨胀的 因为通货膨胀是一般的普遍的商品价格在一段时间之内的上涨 所以具体体现是decline i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小时候一百块钱的购买力和现在一百块钱的购买力是不一样的 那体现在我们说的购买力货币的购买力持续下降了 那就是decline 说完什么是通货膨胀的定义 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通货膨胀 尤其我们说的是高通货膨胀率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problems 问题或者是issues要解决的呢 比如我们说像津巴布韦呀 非洲的一些国家 钢果金呢就是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特别高 那通货膨胀率特别高 他们不仅仅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还包括什么战争 社会其他一些原因 所以why an inflation problem 就是why as inflation a problem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一共列了五个 就是通货膨胀率给我们带来的现实的一些困扰或者是问题 首先会起到财富重分配的作用 就是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简单理解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比如说你呢只有这一年两万块钱的收入 巴菲跳呢那一年恨不得有两万 恨不得有这个两百个亿或者是说二十个亿的收入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的两万块钱一年的收入 可能更多的要去买什么呢 必需品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钱投入到其他的投资类的一些产品 或者投资类的一些房产这个过程当中 那这两万块钱只能用来生活 明白吗 我们没有办法投资 这就意味着那些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 而我们这两万块钱又只能用来买生活品 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两万块钱一直的保值增值 明白 所以这个过程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这个部分意思就是富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越来越穷 因为富人可以拿着那个钱用来投资 那他投资有投资回报率 我们叫做投资回报率的这个return 那这个投资回报率呢 是高于通货膨胀率的 那么意思就是 他的20个亿能够跑得过通货膨胀率 而我们的两万块钱跑不过通货膨胀率 明白吗 下一个是balance payment effect 你想想看 我们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特别高 这意味着 假设我们国内通货膨胀率特别高的话 那么意味着 别的国家想从我们这里 国家里进口商品的话 价格就高 那人家就不愿意买了 因为我们的商品价格高 为什么 通货膨胀率导致的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 balance of payment effect 这个部分 那第三个呢 是uncertainty of the value of money and price 那会导致这个货币和价格是不确定的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想想看 通货膨胀率高的话 一天一个价 对不对 那再一个就是resource cost of changing price 那因为价格不断的在变化 那我们有可能在获取一定的资源的时候 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最后也会影响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ment 通货膨胀率自然会对经济增长和投资造成影响 因为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吧 对吧 经济生活当中所有的物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那这是几个problems 解释完通胀给我们造成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通货膨胀率到底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的 或者是量化的 所以有了consumer price indices 就这一个小节啊 那关于通货膨胀率怎么来量化这个问题 现实的工作太复杂了 那你干嘛呢 政府啊 这一年下来主要是我们的统计局做的事情吗 这一年下来之后呢 把年初再到年底 比如我们以2016年为例 2016年的年初 再到2016年的年底 那政府要有什么统计的一篮子商品或者是服务 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呢 在我们国内居民的消费的这个比例比重当中 猪肉消费的比比较高 懂吧 在我们日常消费当中 意思就是在地需品当中猪肉消费比较高 那怎么办呢 那意思就是猪肉在整个这一篮子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的统计当中 占的权重比较大 所以在我们有几年啊 就是在1314年价格上涨 物价上涨比较快 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那一阵 甚至达到5%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说法叫替罪猪 意思就是通货膨胀率这么高都是因为猪肉价格涨的 所以就有了替罪猪嘛 那是因为猪肉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消费比例比较大的意思 可是你再想想一看如果在英国那人家猪肉消费比例比较低 什么比例比较高牛肉啊 那他们如果通货膨胀的话说明就剃损牛肉嘛 所以这儿的consumer price indices只是举一些例子告诉你 通货膨胀计算的过程不是只看某一个商品 它是看一篮子 一篮子的意思是这一篮当中 比如说猪肉价格鸡蛋价格白菜价格对吧 在一起在我们一些日用品当中的衣服鞋帽这些 它会分门别类的统计的 可是你想想看统计局也不是神 它是不是我们现在生产出来的所有的每件商品价格的变化都统计呢 别傻人的公众也比那个多大呢 它会抽样明白吗 抽样比如说猪肉的话选取哪个地区哪个菜市场的 那如果说帽子鞋衣服有可能提取提的是这个抽样的 或者是通过什么呢 超市的服装的价格等等有可能是 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它是一个总体水平反应 不是某一个单一商品价格的变化 这个应该能理解的啊 关于通货膨胀率怎么来计算这个问题 不要求我们在F1的阶段会计算 因为即便是计算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一系列的电算法 电脑计算机过程 计算机的计算过程来完成 所以不需要我们人工计算 那自然我们就只要知道 我们用哪些指标就可以了 在这给大家列出来了 一共三个计算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的指数 那这几个指数呢是照着英国讲的 因为F1整个这个课程不就是在ACC的课程进行当中的 所以我们是照着英国的统计局的官方用来统计通货膨胀率的指标讲的 但并不代表是我们国内的啊 因为我们国内主要呢是通过最后一个指数 CPI 然后我们就来说一下 大家经常能听到的CPI到底是什么 以及在英国量化通货膨胀率的时候用的又是那几个指标 那这个环节记住就好 懂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深究 你一深究就没完没了的统计和计算过程 先看 How to measure inflation 如何去量化通货膨胀率呢 首先 Retial Price Index 我们是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 当然了在F1也就在英国官方主要是用零售物价指数 你可以理解为是零售商品价格指数 懂吗 就是零售物价指数 Retial呢 这个是零售价格 但是也会有强化的强调的或者叫做调整的 这里的underline理解为是强化或者是说调整的 那么调整通货膨胀率是因为什么调整呢 是要考虑到不同的因素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 或者是物价的上涨排除在外 比如说税金 抵押等等这些因素带来的物价的上涨 我们不考虑的话 也就是排除这些因素之后 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进一步的只看某一个小范围 真正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如何量化的时候 又有一个underline rate of inflation 简单提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是RPIX 一个是RPIY 那这里的XY只不过是代表不同的RPI零售物价指数的X和Y指数 就相当于是零售物价指数X零售物价指数Y指数而已 X指数Y指数 那这个X指数是扣除或者是剔除抵押付款后的RPI 也就是说抵押物的这些价格的上涨 如果我们不考虑的话 所以就有了相当于就是像房屋抵押的抵押的这些 就用于抵押的房屋的这些价格的上涨之类的 我们不考虑的话 所以就有了RPIX指数 那么就是RPI减去Mongage Interest 抵押的一些利息或抵押的付款等等 这些内容考虑 这些内容剔除之后 或扣除之后 第一次就是整个RPIX这个指数所统计的范围 不包括抵押物或者是抵押物的成本 那么在因为抵押物 我们有抵押物 那自然而然这个抵押贷款是需要一定的什么interest利息的 RPI指数呢 是在RPIX指数的基础上 再考虑扣除税金的上涨带来的物价的上涨的因素 明白吗 也就是不能因为政府征税说明物价上涨了 那我们就说这是价格上涨的这种通货膨胀 如果不这么考虑的话 意思就是政府增加税金或者是税率带来的物价的上涨 这个因素不考虑的话 那只是纯粹的看这个商品价格本身 不包含税金的价格的上涨的话 那就是RPI指数 RPI指数既然已经说是在RPIX指数的基础上 再减去Seal Tax Seal Tax相当于是消费税 也就是我们说的增值税 就是你消费环节承担的这个税金 那相当于这不就是在RPI的指数统计的基础上 再扣除Mongage Interest 再扣除Seal Tax 这个公司会带入吧 这个过程会带入的啊 所以RPI减去Mongage Interest 再减去Seal Tax 那之后得到的是RPIY指数 那这个RPIX指数和Y指数 分别就是在RPI的这个指数上 考虑扣除抵押物的影响 扣除税金的影响之后 那么纯粹的物价的变化指数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这是零售商品或零售物价指数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叫做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s Index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明白吗 这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指数 那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里边呢 相当于是RPI扣除居住成本 Housing Cost之后 那么你也可以是不是这样理解 整个RPI的指数当中 是包括房价 就是房屋成本和租金成本在内的 因为呢 房价和租金就是我们的Housing Cost 居住成本嘛 对吧 你买房的成本 房价 以及呢 你如果是租房 那租金这不就是Housing Cost吗 所以RPI是在 sorry CPI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是在RPI这个指数的前提下 扣除房屋成本的 以及租金成本的上涨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扣除之后 那么纯粹除了房子 租金以外的 其他的商品的 价格的上涨等等 这就是我们在CPI里边 颇算的范围 就CPI的指数 颇算的是除了房子以外 其他商品 这个应该能明白吧 所以你想想看 意思就是说 英国的通货膨胀 是考虑了房价的上涨在内的 明白吗 但我们国内既然是用CPI来衡量 这个消费 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 通货膨胀率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房价暴涨 对我们整个通货膨胀率 基本没什么影响 因为通货膨胀率 不考虑房价暴涨 明白明白的意思吗 不考虑房价暴涨的意思 那么这是 Consumer Price Indices 怎么样 怎么样 用过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指数 来衡量我们的通货膨胀率 那这几个指数 记住就好 这就是作为专业数 记住就可以了 以及具体 RPI指的是什么 以及RPIX RPIY 和CPI 尤其是搞清楚 RPI跟CPI之间的区别 就好了 那就是他们的范围不一样 说完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一些指数 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 5这个知识点当中的心机表知识点 Causes of Inflation 就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具体讲解导致通货膨胀的这5个原因之前呢 先得给你科普一下 我们现在物价也在不断的上涨 那是不是现阶段物价上涨 导致这个通货膨胀率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只是你现在看到的其中某一个原因导致的呢 不是的 所有国家的或者是地区的物价的上涨 也就是通货膨胀 不会只是某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 明白吗 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 而是这些原因 就你现在看到的 Causes of Inflation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就是社会的 政治的 甚至是War 就这种战争等一系列的原因 造成了这个国家或者区域的通货膨胀 明白吗 比如我们说啊 来推荐一个那个电视剧吧 北平无战事嘛 那那个时候呢 就说有法币 法币是什么 不是法国的啊 是那个国民政府发现的钱 法币不值钱了吗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用什么呢 美金 懂吧 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北平无战事里边就告诉你说 那个法币啊 越来越不值钱了 那么你说 我们在那个国民政府那个时代 就是1945年 解放战争 就是我们说八年抗战争完之后啊 1945年再到1949年这段时间 通货膨胀 只是因为 现在你看到的这几个原因之一吗 不是的 那还有政治 军事 社会 各种原因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 causes of inflation 只是这几个原因之一 它是综合的一个结果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原因 甚至是刚才的political and social 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原因 最终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物价上涨 先来说第一个 demandable inflation 那这个呢 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那这个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是我们之前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物价飞涨的原因之一 或者是主要原因 比如说啊 你可以去去问一下你爸妈 那你父母那一代应该有印象的话 当然了不是我啊 我可能没有那么老啊 那你父母那一代基本上会跟你们讲说 像90年代初啊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相当于是从78年之后嘛 但是呢 一直到84年啊 都没有那种特别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产生 因为1984年相当于是中国企业原年 记住啊 这个当然了可以推荐大家看什么呢 叫那个吴小波的 就是财经评论员嘛 吴小波写的叫做激荡30年 然后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那30年 从1978年再到2008年的那30年 那1984年号称中国企业原年 懂吧 那这个中国企业原年意思就是 从1984年开始很多大的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始诞生 并且发展的良好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其实民营企业 1984年开始作为中国企业原年嘛 然后再到那个90年代初 发展了几年之后 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90年代初我们那些商品价格飞涨 那商品价格飞涨 物价上涨 那个时候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人们的需求释放出来的 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 因为你想想看 在那个之前 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 服装 你可以问一下你爸妈小的时候 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藏青色的 均绿色的 颜色是特别单一的 不像我们现在 就是每天换一件衣服啊 然后你恨不得每天都在那 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今天穿什么 搭配什么衣服 搭配什么鞋子 还得搭配什么的包 对吧 所以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商品是极大的丰富化了 是吧 而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 人们的需求是旺盛的 但是商品的供给是有限的 那自然而然就是物价会上涨 而且那个时候有钱也不见得能买到东西 对哦 因为你爸妈会跟你讲说 嗯 我们得有批条 对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呃 激荡三十年的话 就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不见得有钱一定能买到东西 因为你得有批条 比如说我们想买家电 电视机 冰箱 再比如像买一个自行车 买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叫上海牌的手表 好吧 哎呀 好老 好古老的 再一个就是还要什么 买缝纫机 哎 你们见过缝纫机吗 我们家好像原来有一个特别古董式的一个缝纫机啊 当然了 我们应该我们这代人是没有人用过缝纫机的 对吗 基本上就不会有人用缝纫机 是不是 这个好古老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初期因为人们的需求得到了释放 因为我们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了商品经济 大家可以自由的至少拿钱就可以去买这个商品了 虽然得有批条啊 但至少可以拿钱去买了 而不是说你爸妈小的时候用过的那些什么 粮票啊 布票啊 这类的 因为我都没有用过 对吧 我们这么 我们这么小的这一代怎么会用过呢 是不是 所以 那个时候的demand pool 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得到释放之后呢 就算加班加点的生产 但是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 那价格自然就上涨了 谁给的钱多 那谁自然就能够买到这个商品 所以那个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山东的白酒厂家 叫做秦植酒厂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秦植酒 那个是呃 原来是这个在春晚上做过广告的广告王 好像是标王啊 春晚广告的标王 那在那个春晚上打了一次广告之后 当然了 现在是看春晚的 好吧 在春晚上打了一次广告之后呢 就是那个酒卖的就特别的好 后来就是加班加点的生产 也没有办法满足人们对这个酒的需求的时候 怎么办 除了体价之外 价格上涨还是有人愿意买啊 那怎么办 就把这个秦植的商标包装授权给 他那一个应该他是一个厘米的啊 那个酒厂周围的那些小的制酒的作坊 让那些制酒的作坊 然后再代替他生产那一个秦植酒 然后再贴上他们那个秦植酒的商标啊 还有那个包装 就用那个秦植酒的包装 然后再贴上那个商标再卖 但其实不是真正那个秦植酒厂生产出来的 这就跟我们之前那个整个乳制品行列爆出来的丑闻 那个三聚前案丑闻的时候 那那些蒙牛啊伊利啊这些厂家可能会甩锅给农户 对吧甩锅给谁啊 甩锅给这一个奶 就是整个这个奶农们 对吧 说是这个奶农们有问题 那确实那个秦植酒的这个酒本身 当时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包装和商标 然后授权给周围的小作坊去生产 确实是那个小作坊做出来的假酒 用那个工业酒精假唇嘛 然后勾兑出来这个假酒之后呢 贩卖 然后就是后面被曝光出来之后 整个这个酒厂的整个品牌啊 质量啊都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后面基本上就没落了啊 所以这种demand per inflation 你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 就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之后 拿着更就是越一付更多的钱 也买不到这个商品的时候 那这个厂家只能怎么办 不能说这么不能说啊 不能说因为人们的需求旺盛 那我为了要赚点那个钱作假 这可能就不合理的 对不对 所以意思是demand per inflation 有的时候可能啊 可能就会使那些无良的商家造假 因为需求太过于旺盛了 我举一些例子给你来说明 因为说了这是星期表的题 所以会扯的比较多一点啊 关于demand per inflation 意思是持续的也就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是由于持续的 持续的总的需求超过总的供给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需求是过剩的 供给是有限的 无论怎么生产供给都是有限的 比如说像南京的什么熊猫彩电啊之类的 那个时候都是需求过剩的 可是你现在想想看 谁会现在现在还有人买熊猫彩电吗 甚至有的一些90后的小朋友啊 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 哎还有什么熊猫彩电对吧 都不知道 你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在 当然了我怎么知道那么多 那这里我也是看书看的啊 绝对不是我经历过的啊 我生怕别人是往上经历过一样 意思是那个时候像熊猫彩电啊之类的 也是需求旺盛 供给有限 也造成了demand per inflation 但是我们这一轮 也就是1314年开始的那一轮通货膨胀 绝对不是因为需求拉动型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看 满大街都是什么 很多夜市啊之类的 你会发现什么衣服 再到我们那些日用品 商品供给是过剩的 但人们的需求 那个时候是疲软的 需求不足 但是呢 商品供给过剩的同时 所有生产这些商品 或者是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 在不断的上涨 尤其是什么人工成分 所以就有了第二个导致我们1314年开始的这一轮通货膨胀的主要 我只是说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现在看到的cost push inflation 那么关于这里的cost push inflation 具体是inflation resulting from an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就是生产我们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急剧上涨 导致这个厂家不得不把商品的价格抬高 要不然的话不就亏大了 对不对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你有没有发现你们那个食堂的 学校食堂的菜价 或者是你们学校门口那个小吃一条街 卖煎饼果子啊 鸡蛋灌饼啊 对吧 然后那个南方的话像什么肥肠啊 这些的 你会发现每隔一个春节过后的寒假 就是寒假 每个每个一个寒假过后 你会发现价格上涨啊 比如说鸡蛋灌饼 从一开始的时候的一块钱 涨到了一块两毛钱 再到一块五毛钱 现在可能两块多钱 明白吗 然后那个煎饼果子 从一开始的时候的两块钱 然后持续一路上涨 有可能现在已经上涨到四五块钱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说成本在不断的上涨 难道是因为大家对煎饼果子 这张冠饼的需求茂盛吗 不是吗 它是因为成本上涨 那主要的成本上涨 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后面说到的工资 后面要说到的这个工资不断的上涨 明白 就是因为 首先你可能会觉得 到底是先工资上涨 还是先物价上涨呢 这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你看啊 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说从 古代的这个农耕经济来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物价上涨 不会那么的普遍 或者是迅速的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以家庭作坊 或者是自己自足的一个经济体制 可是现在商品经济之后呢 我们所有的人的商品 或者所需要的东西 都是花钱买来的 不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对不对 既然我要花钱买 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有收入 我收入来 当然从我工作来了 那这个时候问题是在于 商品价格上涨了 但是工资有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是不动的 明白吗 所以其实一般情况下 是先有一轮商品的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来了 通货膨胀来了之后 大家就要求涨工资 涨了工资之后呢 自然而然 这个企业的成本上涨了 企业自然而然 把产品价格又定得高 那产品价格定得高了 自然而然 又有一轮的通货膨胀来了 这是一个死循环无解 因为要记住啊 适当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 那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吧 就是我们说的良好的 或者是有序的经济增长 一定是会是一定啊 一定会伴随着 适当的通货膨胀的 为什么 经济要发展 大家就得做东西 有产出啊 有产出就得有人劳动了 有人劳动就得给工资啊 而这个工资 那有的时候 因为人们的不同的需求 那会不断的要求工资 涨涨涨涨涨的嘛 你不可能说 我这十年都要求不涨工资吧 是不是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 这种经济的发展 或者是经济的增长 是伴随着必然的通货膨胀而来的 那也就是说呢 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 物价的上涨是必然 那既然是必然的 那不可避免的 那他就无解了 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就可以了 那cost push inflation 刚才解释了 是这新的一轮的通货膨胀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下一个是import cost factors 就是我们说的进口成本上涨 然后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这个成本上成本推动和进口成本上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子 不是所有的企业投入的成本都是有进口的原材料 或者进口产品的 不一定的 明白吗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 import cost factors 一部分和cost push factors 是有重叠有交集的 但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不是全部由进口商品的成本上涨导致的 这个明白吧 因为你想我们有的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 不需要用到进口商品 理解吧 所以如果说是 when the cost of essential import arise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in short supply 意思是 什么时候会造成 以进口成本为导向 进口成本上涨导致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以进口成本上涨为主要原因的通货膨胀 是因为 无论这个商品 就是进口商品 是否处于短缺的 short of supply呢 短缺的这个状态 这个进口成本都在上涨的时候 无论啊 无论是否处于短缺状态 进口商品的成本都在上涨 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那我们就说是import cost factors 比如说啊 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进口成本会上涨呢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进口的贸易伙伴国 比如我们假设我们从美国进口商品 这个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 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 美国的物价上涨了 那你想想看他出口的商品 卖给我们的时候还能便宜吗 自然不是了 所以意思是 当贸易伙伴国通货膨胀了 或者是说贸易伙伴国的商品成本上涨了 自然而然会影响到我们进口的商品 商品的价格上涨 那自然也会导致我们的成本 进口成本上涨 那下一个呢 是人们的预期 expectations and inflation 你要知道啊 人是有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的 明白吗 所以你在听这个课的时候 也要最好就是通过强大的暗示 提醒自己说 我听完这个课一定是会过的 明白吗 那这里的expectations 指的是一个预期 如果说我们现在 所有的这些买方集合起来 也就是所有的这个需求方 都认为未来价格都会上涨的 那这个未来的物价 自然会上涨的意思 比如仿价 Expectations and inflation 这个部分呢 是说 regardless whether the factors that have caused inflation are still persistent or not there will arise sorry there will arise a generally holder view 总的 holder view of what inflation is likely to be 意思是 无论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 或者是因素 是否仍然在持续 看到吗 regardless 也就是无论真正导致通货膨胀的 前面的成本上涨也好 还是说需求短缺也好 是否仍然 still persistent 仍然在持续 或者是就是否现在导致通货膨胀的真正的原因 是否仍然在持续 但是现在还是有人们的预期或者是观点 普遍认为还会继续通货膨胀的时候 那么这个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意思是说实际导致通货膨胀的demand需求过程也好 成本上涨也好 还是说实际进口成本的上涨也好 是否还在持续 但是如果说人们普遍的general 普遍持有仍然在通货膨胀的一个观点的话 那这个物价还是会上涨的 那这个可以通过一个circle 这一个死循环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死循环进行解释 this can lead to 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死循环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那比如说wage 这里的具体的就是wage price spiral 就是工资和价格的螺旋式上涨 就是因为即便现在导致通货膨胀的真正的那个根本原因之一 已经不再持续了 比如说成本已经控制住了 人们的需求也抑制住了 进口商品的成本也下降了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商品价格还会在上涨 通货膨胀还在持续 我们就会一直要求老板加工资加工资加工资 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上涨 成本真的就上涨了 成本上涨之后 那物价又在上涨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涨的 死循环 工资涨了价格涨了 价格涨了涨工资 涨完工资再价格上涨 这就是个死循环 那么再看最后一个 money supply growth 意思是说货币供给量增扎 那既然货币供给量增扎 你要知道货币它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商品 具有购买力的商品 既然货币是具有购买力的商品 就意味着政府印的钱多了 投放到市场上的货币量多了之后 这个钱就不值钱了 自然而然通货膨胀就来了 所以货币主义学派 那这里看到的monitorist 那这里的monitorist理解为是货币主义学派 那么这里的monitorist 那他们就认为货币主义学派就认为呢 argued that inflation is caused 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money 那导致通货膨胀的最根本的原因 货币主义学派就认为就是因为政府发的钱 或政府印的钱多了 那就是他们的关系 那说完这几个关于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后呢 关于inflation的问题就解释到这里了啊 有的时候你只能是不求圣洁 因为你圣洁起来没有解 比如说通货膨胀怎么解决 对不对 既然是一个死群丸 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